被中国的严厉制裁打疼了 成了跳梁小丑 立陶宛要求中国放松制裁 大家好 我是施涛 立陶宛政府最近宣布 是与中国政府正在协商谈判 要求中国政府是能够逐步的放松 对立陶宛的制裁 我们都知道 中国对立陶宛的制裁 那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那正是由于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 多次严重践踏了中国的底线 触犯了中国的根本利益 因此中国才会出手 对立陶宛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最典型的一个体现 就是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 在近年来出现了大幅的衰退 虽然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不到10亿美元 但是作为一个GDP仅仅只有500亿欧元左右的国家 这对中国的出口对立陶宛来说是影响重大 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制裁中更是使用了一些特别的条款 比如说相关欧洲国家是不能够在向中国出口的相关的装备中 使用任何来源于立陶宛的元件 那么立陶宛本身它是一个工业立国的小国家 在某些专精的工业领域上确实有一点特色 比如说立陶宛在激光方面 它就有一些它的拿手的强项 本身这一些激光元件 也是给欧洲的其他的大型设备的厂家做配套的 在中国的制裁出台之后 立陶宛的这一些激光元件 不但不能直接向中国出口 向欧洲出口也成了问题 那么欧洲的这一些厂商 自然不会冒着丢失中国市场的风险 来贸然使用立陶宛的元件 那么这也导致了立陶宛除了丧失 直接向中国出口的市场之外 还丧失了大量的这种参与到间接出口中国的机会 那么这对立陶宛的经济来说更是一技重创 而随着中美关系最近的一系列缓和 之前为美国马首试斋 帮美国当这个马前卒的立陶宛突然发现 原来这个跳梁小丑正是他自己 由于之前立陶宛的用力过猛 他的一系列的反华表演 得到的是最严厉的一个制裁手段 而在现在连自己的后台美国都要和中国缓和关系 那立陶宛更是发现了自己的窘迫地带 那么在这样的不得已的情况下 立陶宛才会来求中国稍微放松一下制裁 毕竟中国和立陶宛的关系 目前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中国仅仅维持了与立陶宛代办级的外交关系 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的关系层级上也是最低的 再低一点就要断交了 维持这样低的一个外交关系 也意味着在经济方面 两国的互动也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的 这使得立陶宛感到了是彻骨的疼痛 那么这一次咱们的制裁是打疼了立陶宛这个跳梁小丑 让他不得不服软不得不向我们低头 当然我们放松制裁也是需要有策略的 我们既要观察当下立陶宛是否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的言行 更要注意未来立陶宛会不会出尔反尔 毕竟这种跳梁小丑国家 我们之前也是见得不少的 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大家对这期话条上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感谢你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